大家看这是一个欢迎的宴会了 这位女士手捧鲜花 这个宴席上高棚满座 这位女士就是原武警司令王建平的夫人李春林 她现在提前出狱了 可是你看看这位女士村风满面的样子 你怎么也想不到她是刚刚经过牢狱之灾的人 据说中共的高官他们做监狱 都是保外在豪华的医院里 还可以打电话 可以说这就是一个强制的疗养了 在里面吧 给我们了很大的这个动力 传递着温暖 是吧 我回来了 王建平一再告诉我 就当天就给了我打了电话 这个场面一定要带她说你句话 是吧 我想她这个我一说都今天是谁谁谁造极的 都有谁谁谁打这个朋友来 她特别高兴 特别高兴 她知道我们那个回来以后呢 我就落住在这个万立园小区 她也特别高兴 她说这是她这个当时就坚持申请跟武警总统说一定要到这里来 其中就有一个原因 因为秋迟 您在这儿 真的是 她说咱们都有这个沈阳军区的情节 也是 她说在此之前你们已经就很熟悉了 彼此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美好的印象 所以她说呢 今后她回归 她现在说每天都她都要忘记这个万立园 她说我们这个万立园里的8号是她的这个万立园 她说她今后她的目标也是回归咱们这个群体来 是吧 昨天她知道了 我回来以后 大家这个 我看到了这个大家对我收拾这个新娘的这个成果 我也简单的跟她做了几集汇报 是吧 非常感谢 是吧 昨天我们家里的人在一起聚了聚 家里人也在借着这个机会 就把这几年各位啊 为我们这个这个付出的这个真情 是吧 友情和关爱 这个这个帮助 一一的就细的 很细的都向我做了一些介绍 我非常感激 非常感动 是吧 我们现在和过去是不一样的 不管大家怎么样 很不愿意提起这个 小心的看我这个 我承受不了 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我想大家一定就是通过这两天的这个和今天 这门转 在中国大陆 无论是大街小巷和一些场所 人们都能看到类似的打黑除恶反腐畅联的标语 那么中共是真正的想要打黑除恶反腐畅联吗 我们来到一家小福音店看一看 你就可以知道一二了 这里是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在一家打印社 墙上贴的这样警方提示 这是警方知法犯法 不让打举报材料 上访材料 这是在一家福音社 这是黑社会保护展 可马路写的打黑除恶 他们却不让打举报材料 截至目前 欧标峰已经整整被捕十个月了 现在在中国大陆还有很多正义之事遭受中共的拘押 他们还没有人身的自由 一些人在网上发帖为他们祝福 这是河南委会的民众们 聚集在市政府的门前 他们高喊着建书记建市长 邀请河里赔偿 看得出现在在中国大陆 真是民怨沸腾 如果政府一概地采取高压的政策对待民众的话 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可能会加速中共的政权垮台 刚刚说到来自缅甸的消息 缅甸政府军66师师长谬无损将 亲自带领200名士兵在路上拦路抢劫 要求过往车辆缴纳100万免币的安全维护费 约额3300人民币 不交的车辆随即遭到扫射 共计造成6辆汽车受损 两人死亡 7人受重伤 这是人们在洛克西特超幼工厂附近的 莫哈维沙漠捡毁了一个怪物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是高手在民间啊 ja 朴槿 达法 银 达法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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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